璀璨象徵永恆 閃耀象徵美麗 而華麗的模型適合華麗的你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就是電鍍鍵 哈囉大家好我是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丹尼 歡迎收看深入淺出 相信各位玩家應該有遇過所謂的電鍍鍵吧 電鍍鍵呢我簡單給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一般所認知的塑膠零件 它們有時候會有一些特殊的機體設定 例如擺飾 就是非常具有指標性的一個象徵 透過塑膠模型是很難表達出這種質感的 所以就出現了所謂的電鍍鍵 而電鍍鍵的意思就是在原本的塑膠模型外面 透過電鍍的方式在塑膠表面 就是鍍上一層金屬 反正看起來就是會很亮很亮的這種技術 那鍍上金屬之後呢 一般還會在外面噴上一層厚明漆 看起來就會是那種金光閃閃的模型 那既然它刻意把它做成金光閃閃的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玩家在苦苦哀嚎呢 那其實就提到剛才的問題了 它是在板肩的狀態之下去做金屬的鍍膜 鍍層的動作 也就是說我們從框架把零件剪下來的時候 湯口所露出來的那個斷面呢 它還是原本塑膠的顏色 然後呢我們製作模型的玩家 有時候會受不了模型上的一些瑕疵 例如收縮或者是分模線 那在這樣子電鍍的狀態之下呢 我們就沒有辦法對它進行打火 跟一些後期的處理 我們一模完 它的透明性可能就掉了 它金屬的顏色可能就掉了 它會露出它原本的塑膠顏色 導致整個模型看起來參差不齊 所以電鍍鍵一直是許多人的一個惡夢吧 不知道怎麼去處理它 那對於我們這種製作家來講 常常聽到有人在說 電鍍就是要把它洗掉 電鍍就是為了洗藥存在的東西啦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電鍍 或者是做這種金屬質感 就是全部洗掉變回原來塑膠顏色之後 我們再來噴上金屬質感 聽起來非常的不合理 但這是我所理解的現階段 比較能夠做的漂亮的方式 所以今天呢 就來跟各位探討一下 說如何去把電鍍鍵洗下來 因為剛剛提到了嘛 它底下是用鍍的 然後外面才是漆 所以... 我自己也沒有試過啦 但是有聽到其他人有這麼說 那我們就來實驗看看說 是不是這樣的方法 真的可以把電鍍鍵給洗乾淨 好 首先呢 我聽到了幾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使用漂白水 去浸泡我們的電鍍零件 當然因為漂白水的氣味比較重 所以我這次不打算使用這個方式 有聽到另外一派的說法是說 其實用酒精也是可以處理的 那我們就... 這次就是使用酒精來進行操作 那看看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把我們的電鍍鍵洗乾淨 然後我就可以後續進行打磨跟製作動作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驗看看吧 各位看到的這一隻套件呢 它是那個獸無敵Style的長牙絲 就是Q版的長牙絲啊 那你看到這個 金屬鍵就閃亮亮的有沒有 那 我剛才提到的部分就是像這個 看湯口剪下去 露縮裡面的塑膠鍵 其實非常的醜 那我想要替它進行打磨 但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造成我的一個困擾 所以在這邊呢 我打算使用的是這一款 清訓酒精來進行 測試說 到底有沒有辦法把這些 電鍍鍵給進行清洗的動作 那為了方便觀察 我們就用一個透明的杯子 然後把這個電鍍鍵就丟進去 好好看 用酒精好像沒辦法欸 被騙了嗎 喔有了有掉了掉了 各位有看到嗎 外面這層藍色的 開始掉了 喔 再給它一點時間 藍色的這個消雞東西已經 消雞器已經被洗下來了 應該是消雞器啦 我用了 外面這層器洗掉之後 看起來又變得更亮了 好天啊 欸 看得出來嗎 你看 已經變得有點霧霧的 不像一開始那麼光滑了 代表說它應該是有 被洗掉些什麼 我在想這個東西該不會要泡一天吧 然後我現在就這樣子實驗 結果就 當然撤不出來之類的 有點沒內心 然後這一組 我們用酒精做測試 我要開始測試 就是 對照組 酒精這組繼續進行 浸泡 然後對照組這一組 我要使用 這個 T01 去清洗 看看它有沒有 辦法把它洗 T01如果要洗這個 外層的這個漆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T01就很強硬啊 直接把這個 外層的消滴器 就輕輕鬆鬆的洗下來了 酒精雖然也可以清洗 外層的那個 容器 但是 速度沒那麼快 效果也沒那麼好 等一下 你看從邊緣的地方 開始露出一點點這個 裡面的塑膠色 是 邊緣的部分 喔 酒精好像有用喔 看這裡 塑膠的影色 開始露出來了 各位 剛才 浸泡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發現 這個 對照組也就是直接 泡 模型用容器的這一組 也開始掉色了 所以 所以 是代表說 要洗電鍍呢 是一般的容器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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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那這樣我就納悶啦 它既然兩種 都可以去洗掉這個 電鍍色 為什麼要選酒精呢 那 依我猜測 應該是因為比較便宜 就是大家都知道 容器很貴嘛 那酒精相對起來 是比較便宜的東西 所以用酒精來使用 我猜應該這樣啦 而且你看 用容器 清洗的效果 好像強度更高 好的 那麼這一次呢 關於這個 電鍍鍵清洗的實驗呢 差不多到一個段落了 我是認為這次的測試 還算 蠻失敗的 因為 它 最後得到的結論就是 不管用酒精或者是用 消極容器 都是有辦法 把這個 電鍍錫給洗下來 那 因為它強度比較強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 把它完全的洗乾淨 那我現在的做法 就是這樣泡著 這是酒精啦 那對於塑膠零件的 傷害比較沒那麼大 我就泡著看 過個一兩天之後 會不會真的成功 那我之後會再更新到 IG跟Facebook的粉絲專頁上面 然後呢 最近入下了嘛 所以大家就覺得非常炎熱 那如各位所見 我的工作室是沒有冷氣的 所以呢 請各大移動式冷氣的廠商 歡迎解鎖你們的LOGO 在我的影片之中 OK 好啦 那這次又差不多這樣子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開下去 IGFB也幫我訂閱一下 那我是丹尼喔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